圣人 圣人他有两个身体 一个是你们看得到的肉身 还有一个身体是什么 就是独立这个肉身之外 他还有个身内身 身内身一旦出体以后 这个叫灵魂出窍 他灵魂出窍他还不死 他就是圣人 我们大家一灵魂出窍怎么样 就死悄悄了嘛 灵魂一出窍死悄悄 你也有一个身内身叫灵魂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修炼 你的灵魂一出体以后 你就死悄悄了 人家圣人就知道 我灵魂出去 我人照样干活 这个就是身内身 灵魂出窍的秘密 它实际上是灵出窍 魂不出窍 我们人有三魂七魄 三魂 魂跟着这个灵走了 人一定会死了 如果是灵走 魂不跟 魂还在这个肉体里面 魂魄安居你的肉身 那你就是圣人了 这些圣人真的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是庄子所说的 漠然无魂 就是只是把灵和魂分开 让魂看着这个家 看着这个肉体继续做工 然后灵可以去外面的法界 去外面的太空 看世界 看宇宙 所以是古人是通过这个 把自己的灵 灵身 独立肉身之后 飞升到法界 再回来看地球 叫大气举之 五千年间的人 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那你想他多优秀啊 他坐着太空飞船 往外 往回 看地球 地球是个球 球形 大气举之 实际这些圣人 教给我们的 很多technology 技术方法 今天还在传播着 我们这次去尼泊尔 相当震惊 这个尼泊尔的寺庙 大概长时间的 就是有两千多年前的寺庙 有一千多年前的寺庙 还有几百年前的寺庙 这个很珍贵 在这些寺庙中 记载了大量的 灵和魂怎么分离 魂和魄怎么再造 我们的生命怎么改造 人跟地球 人跟太空 人跟太阳系 银河系 整个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或者是五十节的法界 怎么融合 怎么获得法界的力量 这些他们用石雕 用黄铜 用金子 用银器 把它坐在古庙里面 我们很震惊 原来这个佛法 不是光念经咒就行了 有的人说念念咒 念念经就是佛 念个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就是佛法 你不要再糟蹋佛法了 佛法博大精深 释迦牟尼光讲 讲了四十五年 那么四十五年后 传到今天两千五百年 这中间很多的 大班智达 大堪布 大阿史黎 一些大师级的人物 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证 然后丰富着佛法 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 经理论三藏的大藏经 佛法这么复杂 如果简单化 就是我刚才开头讲的东西 就是你生活的 身之外的 这个世界的真相 这是一个真相 第二个真相 你生命里面 有灵 有魂 有魄 有神 有阴阳 有善 有恶 这是生命内在的实相 也就是一个 跟你生命有关系的 一个内一个外 就这么两重大天机 把这个搞懂了 佛法就都搞懂了 生命也就完事了 我经常问一些人 我说你为什么活着 不知道 就是活着 他一不相信死了 还会轮回 他不相信有灵 你要不相信有灵 那个死人和活人 有什么区别 那死人和活人 没什么区别 都有个躯壳 这是没区别 但是区别是 活着的人 躯壳会动 这个死的人 也有个躯壳不会动 有个汽车 两辆汽车 有个汽车被人开跑了 有辆汽车 挺在那个地方 这两个汽车一模一样 为什么这个不一样了呢 一个死 一个活 活的那个汽车 里面有驾驶员 死的那个汽车 里面是没驾驶员开 所以他就停在那了 所以一个死人和一个活人 就是你这个躯壳 就是一个汽车 这个汽车呢 活着的人 汽车里面有驾驶员 死的人呢 汽车里没驾驶员 所以他死在那了 躺在那 这个车不会动他了 驾驶不会动他了 就这么一个区别嘛 那么你驾驶你这个肉体 这辆车 这个驾驶 能够跑动的那个人 那个是什么 所以古人叫他佛 或者叫如来 或者叫他道 或者叫他上帝 那么给了他很多完美的名字 那么简单一点 对华人来讲 很简单 就是灵 灵魂的灵 灵魂的灵 所以是一灵毒药 活泼泼圆脱脱 这个灵到底是什么 古人提到了这个 因为古人都特别的 虔诚 师父说 我就信了 圣人说 我就信了 不需要解释 但是今天的人开始 顽皮 捣蛋 你说有啊 我不相信 那你要给我讲清楚 尤其要用科学语言 给我讲清楚 那么实际上 今天可以讲清楚 什么是灵 灵是一种光 叫灵光 这种灵光 活泼泼 圆脱脱 光灼灼 光而不要 这个话是释迦牟尼说的 是圣人说的 那么在西方人家 耶稣基督 叫这个灵叫什么 他叫上帝之光 他把灵光叫上帝之光 因为上帝创造了万有 天地是上帝创造的 天地间的所有的花草 万物 人 鸟 所有的东西 鱼虫 这都是上帝创造的 那么上帝用什么 创造了这些生命啊 所以你们看过圣经的人 人家也讲得很清楚 上帝 就是你生命里的光 如果你生命里面 没有了这个光 你不和你的上帝在一起 你就会死 如果你生命里的光 你保养它 增益它 凝聚它 提升它的量级 那么到圆满的时候 你和上帝就圆满的合一不二了 所以是你就可以回到永生的国里面去了 我们为什么学佛 为什么学道 为什么要修炼 实际很简单 收拾灵光圆满使成佛 也就是说你的灵光从开始是个圆满的到现在是丢失 丢失了以后耗散了 我们所以是不能成佛变凡夫了 但是你原本是佛 你原本是那个活泼泼 圆滔滔 光灼灼 光而不要的灵 你原本是这个灵 但是你后来染成了 这一个木泥宝珠上面染了很多的尘埃 沉重了 堕落了 越重 堕落都越下去 你如果把这个灵珠 木泥宝珠上的所有的尘埃 都洗干净 都把它放光 化掉 化成光之后 那你又是一个佛了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你是这样的一个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